大家好,歡迎收看澳門友善互動新聞台人財港壇,我們節目主持人余中軒 年輕人經常說要適飲適食 懂得享受生活有十分重要 但現在潮流不單要懂得吃懂得喝 還要適飲適食是真適的適 今天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樂師會適食有營送基層的計劃的代表 跟我們上來聊聊天 還有兩位參加這個計劃的企業代表 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當初會參與這個計劃 我們歡迎三位 三位可以跟我們電視基層觀眾打個招呼 介紹一下你們是來自哪個企業和機構 我是來自樂師會的陳宇威 你們可以叫我阿Saw 大家好 我是來自Saw菜批發利技瓜菜和名技瓜菜的Jeff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馬雄技餅家 負責麵包的部分 我叫Kevin 三位看我的身形都知道我是有飲飲有飲食的 但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如何珍惜食物 珍惜我們的食物 然後送去基層 阿Saw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可否分享一下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計劃出現 還有這個計劃其實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樂師會在香港和澳門都有做一些飲食項目的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做飲食項目呢 主要有兩個層面 我們相信的 第一個相信的就是 我們認為如果有些食物 食剩得很厲害的話 那你想想我的食物食剩會去哪裏 不是垃圾桶就不見了 它最終都會去焚化爐 所以其實食物在生產過程和最終要燃燒的時候 其實都會釋放很多一些碳排放 所以其實食物如果吃剩之後 不要好好處理 其實是一個環保議題來的 環保問題 所以我們就相信 我們要珍惜食物 是因為除了一個傳統美德之外 其實是為這個世界氣候出一分力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信念 我們要做一些珍惜食物的項目 第二就是我們珍惜食物拿回來之後 那你不只拿回來就算 我們樂師會是一個扶貧組織 所以我們就拿了這些食物回來之後 就去想方法可不可以轉贈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會見到是很清晰兩個的理念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為全球環保和氣候暖化出分力的這件事 第二就是我們轉贈給基層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扶貧的項目 所以我們就在大概四年前 就是澳門開展了第一個食食項目 在去年大家都知道疫情 就是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都從不同的partner去知道 原來澳門有很多人都面對貧窮 面對一些收入不穩 我們就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去支援他們 政府支援其實都很多 坦白說 但是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渠道 可能是本身沒有的呢 我們可不可以聯絡一下一些企業 他們有剩餘的食物的時候 可不可以收回來 去轉贈給一些基層呢 所以我們就促成了這次 叫做食食有營送基層 就希望和本地的企業 拿他們一些成餘的物資 當然是安全的 然後我們就轉贈給一些基層的市民 其實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項目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這個流程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你們會先去提供一些不同的企業 然後去了解他們有什麼產品 有什麼食品 然後再去聯絡一些社福機構 去派送給他們 還是會怎樣去做這個流程呢 其實因為我們樂師會來了不太久 但是我們都很感謝澳門社會 因為我們跟很多不同的社區中心 都有很好的聯繫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疫情期間 他們有更多有需要的對象呢 就是因為這些社區中心告訴他們 其實他們舉個例子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間 他們不能回到大陸的 一些市民 平時他們怎樣回到大陸 可能就是希望減低一些生活物資的價格 因為回到大陸買一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減低他們的生活成本 但是疫情期間他們不能回到大陸 譬如我們就透過這些社區中心 去了解他們的需要 然後有這樣的需要了 我們就去聯繫 其實都是機緣巧合 就是很慶幸認識到兩位企業家 就是利己瓜塞和馬虹記 他們都願意去捐出一些蔬菜和麵包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需要 再看看可否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中間人 去聯絡一些企業 然後最終大家都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就促成了這件事 中間細節是怎樣運作呢 Jeff就由Day1開始協助我們 去聯繫很多不同的團體 或者我們Jeff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運作上 我們跟兩位企業家聊聊 樂師會有一個很好的項目 但是我們作為企業的負責人 為什麼會參與這個慈善項目呢 其實Jeff可否跟我們分享 可以 其實不如讓我介紹一下 適色有型送基層這個項目的具體工作 首先由阿蘇那邊樂師會做一個統籌 中間統籌 我就負責梳菜的部分 Kevin負責面包的部分 很高興可以認識到阿蘇可以做到一個 這麼有意義的項目 其實我還記得第一次我們約出來開會統籌 我就想 我可以將一框框的蔬菜 成餘的蔬菜 去送給有需要的基層的人 但是 怎麼能夠將一框框的蔬菜 百幾二百公斤的蔬菜 可以變成一個食品包 派發出去呢 我當中會衍生大量的人力資源 時間上 我就想 不如我們試一下聯絡 婦安會 因為婦安會 我本身公司 明義乖菜 理乖菜都會有 和他一系列的活動 玩項目 我試一下聯絡那邊負責人 他們做快一個搭框 這個橋樑 我聯絡了負責人 他們都說 一口答應 其實OK 一起玩這個項目 相信會更加好 完整性更加高 因為我負責出賽 我的出賽就送到去婦安會 他們有精神更加高的團隊 去幫我做一個分法 入袋 稱重 打包裝 然後再分發到十個社服機構 主要 他們就做了這個中間的角色 我覺得 除了我可以做到 一個送贈盛賽的活動之餘 還可以幫到精神康復者 一個再次投身社會工作的機會 Kevin 當初為什麼會去參與這個項目 你們是負責這個麵包補貨 現在很多家庭觀眾 應該都有吃過你們的食物 玩笑 為什麼會當初參加這個項目呢 其實 有阿蘇的帶領 後來認識了Jeff 和副康會的幹事 就進入了這個計劃 我跟Jeff一樣 算是第一天 其實補充一下 剛才少少就說 Jeff有說那個問題 我們其實有時都會做不同的項目 可能做一些前線項目 但是就會發覺 可能他們 大家的目的是很好的 但是中間原來發覺 做的時候才發覺 原來包裝 運送 很多環節 都原來不是想中那麼簡單 因為始終我們在做食物的問題 而上也都很慶幸 一來Jeff他們又有不同的團隊 最重要是因為 大家各界都有合作 而是說我們不懂的東西 大家去開會 查點它 確保我們就算聖食 都可以捐到 授助者的授助 都是安全的 我覺得這個整個計劃 都令到它更加有意義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聖食這個概念 有些人會覺得聖食 可能我放上桌 那條魚可能吃完了 我這餐飯完了 那些叫做聖食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不知道蔬菜那邊 可能等一下Jeff可以補充 就是麵包就說 你吃不完 其實可能我一片磅包放到 我不一定當天吃完 或者出爐 可以是放兩天 都可以吃得 但是可能大家習慣著說 我麵包一定要買當天的 才叫新鮮 那我當天買完回去 我放三天 都不覺得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去到麵包店 你第二天買 就覺得有問題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覺得很大的感觸 原來麵包這麼容易 就被人遺棄了 你放第二天就不行了 那變相當阿蘇就說 有個project 去大家聊聊 有沒有辦法捐些麵包出來 那我就覺得 咦 有個地方 即他們又不介意而車 我身對你知道 那些麵包還可以吃多兩天的 那也是加強了我參加這個計劃的 那個慾望 是的 上來我們人才講壇這個節目 有很多是企業家 年輕的才晉朋友都上來和我們聊過 但是很少企業家上來 是和我們聊慈善項目 所以我很想問一下 兩位青年企業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環境一般 因為疫情影響之下 經濟條件 大環境都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還會有這個資源 和這個心力去參與慈善項目 其實對於自己的生意 其實都可能會有些影響 或多說少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投放資源 和投放時間 下去做一些慈善項目 有將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其實 為什麼會由這件事開始發動起呢 就是 當初記得 天鴿 其實我們正正就是天鴿 正正就是天鴿的時候 就開始了這個構思 因為當時對澳門人的影響都很深 我們這個澳門攀調協會 因為我們要蔬菜 就找了 喂 昌陽出來 可不可以過來捐贈蔬菜 做一些飯盒 送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們正正就是那時候 就開始了 有些事實 是的 來到今年 疫情 對於我們來講 最嚴重的事件 是2月 記得 我得知道 原來其實 有些小朋友患重症 他們有時 連行都行不到 有問題 吃東西又有問題 家人要長時間陪伴著他們 先不要說 可以到街上買菜 買薯仔買回來 甚至連排隊 買口罩的機會 都很難 所以我們都得知道這件事 我們都不如 我們自己圍內 過體和帶朋友一起盡做 我就捐贈蔬菜 有需要派發口罩 可以去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是當中 其實那個 薪不會太多 因為始終是我們自己去出發 所以 所以 知道了阿蘇原來有這樣的項目 其實我覺得很好 更加完整 還有可以受惠的人更多 正正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是的 這樣 這個疫情對你們的影響 其實都有 我相信 疫情對大家的影響 為什麼在這個環境 情況下 都繼續願意去參與慈善項目 其實一來講 那個疫情是影響大 但是 本身自己那個業務上面 都是依重回民生為主 其實 既然 其實剛好 其實阿蘇來找我們 都已經熬過再醉 熬過風落 好像7月 還是6月 差不多 那時候 那個人就 平靜回來 好像沒什麼做 其實都開始想 公司的發展 但撇除這件事來講 其實我覺得做慈善就是 我不是太過計較 投入的成本 我反而看 他有沒有嚇我 因為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 最初是阿蘇和另一位同事來找我 因為我對那個人是一無所知 然後我就問很多 你打算派什麼 派多少 你每個星期的受助者 他是同一批人 還是兩批人 他吃麵包 會不會實驗了 反而 可能這件事 就是以前爸爸教了 其實我們做 有時候有些明愛園遊會 或者有些學校的 我們都全部是捐的 因為那個項目 譬如你捐 你很知道 他就捐 那次他就受惠了 但我們最怕 就是做一些說 我捐給你 不知道他夠不夠吃 或者他對不對 所以我一向是分開來看 所以他問我 參不參考那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想那麼多 我純粹說 夠不夠人手做呢 還有就想 找些什麼包裝物料 或者想想怎樣 相互的時間 有安全送到 還有他們有 副康會那邊做得 就是會想這一方面的事 比較多 明白 有我們熱心的企業家 去參與遲遲項項目 也有洛詩會牽頭 去安排整個項目的流程 有這個資源 都要有辦法 將他送出去 給到受惠的人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會繼續跟洛詩會的代表 聊聊天 究竟在這個項目參與裡面 有多少的一些經典個案 和受惠的朋友 可以利用這個計劃 可以吃到新鮮的蔬菜 也可以有好的麵包 我們稍後回去再說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收睇 澳門友善活動新聞台 《人才講壇》 我是節目主持人余中軒 上一節就跟大家談了 關於這個 食食有營送基層的活動 你基本知道 也都了解了兩位企業家 為何會去參與這個項目 其實我好深感受的 其實我覺得 當大家在經濟條件 去我的情況 順境的情況之下 要做慈善項目 其實相對來說容易些 但在大家大環境 經濟都轉差的情況之下 都有兩位企業家 願意去參與這個慈善項目 去提供這些資源 其實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給掌聲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相信 來自樂師匯的感受 應該更加深 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從一開始到現在 其實你自己的感受 對於澳門 仍然在疫情期間 還有企業願意去參與慈善項目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都有內部討論過 也曾經受過一些媒體訪問 我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 其實在澳門做慈善事業 當我們去提供一些企業的時候 其實都比我們想像中容易一些 但是我們都不算很多人 叫做山門的 我現在很感恩 我們無論之前去街市修成菜 很多菜飯都很支持 今次一提供兩位的企業家 他們都一口答應 基本上是考慮都沒有考慮過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感動 因為雖然我們說 麵包和蔬菜是所謂剩下的 但是其實他們是有成本的 即是說他要把這些食物 運到我們的包裝中心裏 然後過程 你都明白了 那麼多次的運輸 那麼沒有可能 每次都會準時的 有時候遲了些 都有點擔心了 我立即回答給Jeff和Kevin的時候 他們都立即應急幫我跟進 所以其實是很感動的 即是說 坦白說是老闆 我們都會見到 老闆原來對慈善那麼上心 而亦都那麼願意去幫助這些項目 其實真的很感動 作為企業家 其實他們提供資源之外 其實好像Kevin這樣說 我也想知道自己的資源 是否用得其所 是否真的可以派發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手上 其實阿蘇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在這個項目裏面 有沒有一些受惠的個案 或者一些經典的個案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一些受惠的機構 或者我都很簡單說 一個初步統計數據 其實我們今次去支援的單位 因為我們始終是疫情衍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都是 目標本身都是放在一個 在一個短時間之內很有經濟需要的 突然間有些經濟突變的 所以我們都不是說 要取代了政府的福利 因為事實上澳門的福利和社會服務 其實是幾多的坦白說 所以我們暫時 初步統計就是 我們大概三分之二的受惠者 其實是機構的評估 剛剛Jeff也提及過 我們總共和十個社會服務單位合作 他們本身有很多對象 我們的對象都有角色各樣的 例如三類弱勢家庭 政府定義的 例如單親 長期病患和殘疾 然後獨居長者 然後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弱能的人士 或者精神復康人士 所以我們都有方方面面 是澳門不同的處境的人 但是這些你說 在經濟上 是不是真的很慘很慘呢 坦白說 因為澳門的福利網都很完善 所以他們不會去到我們 即是聽過鄰近地方 即是很淒涼的那些 就未必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機構評估上面 其實他們都有些經濟突變 也都是好像剛剛說 三分之二的人 其實是機構和他們接觸得很密 很清楚知道他們需要 所以我們 我或者簡單說兩個個案 第一個應該是比較普遍一些 即使不是我們所說 很特殊的情況 但是他們就是一個夫婦 即是長者夫婦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 拿政府的援助 因為他們未安排到 進入一些政府的社屋 即社屋 他們其實編排在政府的社屋 但是因為比較遠的石牌灣 所以他們就沒有去石牌灣 他們就繼續租住澳門的一些樓房 要六層樓的核行 可想知道一對長者 七十幾八十歲 要走六層樓 其實都很艱難 還有他們拿政府援助 之餘要交一些租金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即經濟上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們都參加了這個計劃 你都去想 其實一包菜包幫到多少 但是你看就是 他們都願意 就是每天出一次街 出一次的時候 可以拿這些菜包 其實都真的幫助到他們 他們才會花這麼大力去做 第二個想分享的案件 就真的比較艱難 就是一對都是年長的夫婦 他的兒子是有結婚 生了三個小朋友 但是其實爸爸是一直有些殘疾的障礙 所以不能夠做事 媽媽其實就離異了 那三個小朋友 又有其中一個是精神復康的 智力上有些障礙的小朋友 你都可想而知 就是爸爸沒有設置工作能力 然後叫做跨一代養 這些孫子 這些孫子又有一個 就是都是在智力上有困難的 所以我想雖然經濟援助 是不錯的 就是幫到他們 但是其實如果有這些的 食物的支援 其實對他們的 叫做可知配收入都好了 還有我想其中一樣東西 都很重要 就是我都親身接觸過這些對象 其實他們對於社會有一些的 青年人或者企業家 是知道他們是社會上 就是原來他們面對這些困難 其實他們都很溫亂的 雖然其實那份愛他們是感受到的 聽到剛才有這些經典的門載個案 相信你們都會深深明白到 你們提供的資源 其實真的是落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手上 其實當你們知道自己的食物包 真的可以幫助到人的時候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其實Jap 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現在有點感動 因為我真的沒有問過阿蘇 去感受別人收到那個包的感受 因為我們都是靠捐贈 我沒有可能問他們收到可不可以收 他們今天聽到我自己都很感動 而且覺得整件事真的值得繼續去做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去支援幫到這個社會 因為我會覺得 雖然我們始終是企業家 賺錢是最終目的都要賺錢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賺錢之外 還可以做到雙贏的 就像這個社會責任一樣 可以透過我捐贈蔬菜 可以衍生到精神康復者 我們有過頭身機會工作的機會 多了機會 而又可以將我們的聖菜 導到被有需要 要這包食品包的人 我們又賺到錢 希望透過我們這件事 又可以帶到年輕一代 可以讓他們知道 我們要多些關愛弱勢社群 社會要共融 這樣才能夠等到 原來現在社會還是有愛 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 身體力行 可以感染到年輕一代 是我希望繼續努力的奮鬥目標 你的感受又是怎樣 我跟Jeff有一點緊張 信賴他們的物資交手上 我從來沒有問過那些個案 Touchwood就是自己的生活環境 是正常的 因為都是讀書 出外讀書 回來又去幫家人走 有時候又說 不太清楚澳門 原來還有一些 真的這麼有需要的人 但有時候 阿蘇會提出數字 其實可能會有更多 不過我們怕人生做不到 亦都擴盤自己的視野 就是說 其實可能自己 可能接觸那個圈子 不是聽清楚 會再想多些 譬如怎樣再做多些 即是說以前單純 不單止我的 可能上一代 爸爸傳承到你 但到現在 我們能夠做多些 一來是行的業化 二來是社會企業的責任 就是說你怎樣可以再 令到那件事 再有效的運行 還有令到其他人 覺得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據個例子 我會覺得 一來自於讀書 是讀相關的 社會學 即是心理學 和社工很近的 我覺得是一個 empowerment 那件事都蠻重要的 就好像說 我不是單純捐錢 就說我有沒有一些 可以合作 譬如他們是 無論是 有少少殘障 或者智力有問題 或者是精神康復 其實他們最缺乏 就是重新投入職場 那個機會 甚至乎更新人士 我覺得這個 《識識有型計劃》 都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因為他們是找了 我們在福康會一班 叫做學員 他們的工程度 是當作工作去做 其實他們產生做勞動 是有一個收入 而那個收入就是 他們協助 分發給更加需要的人 所以他們同時又是 受到者 而且他們是一個 資助計劃的 這個叫做 這個計劃的一個持份者 我覺得 他整個計劃 給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就是自己都開始 之後如何來 再做多些類似的參與 所以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這個 整個城市 包括收成菜 都有一個這樣的理念 就是 以前我們理解的 慈善是一個小小事 一買一買 我給樣子出來 你接收就算了 但無論我們 譬如去街市收成菜 收菜的衣衣 我們剛剛所說的 福康會的學員 甚至我們的食物包 去到中心 誰負責幫一幫忙 其實我們都會牽涉 裡面一些本身是受助者 但其實他們都是 當中有些支援 其實那個充權 或者是我們都很重視 即是說 不再是那種 我永遠都是受助者 而是我獲得你的資源之餘 其實我是對這個社會 有些貢獻 所以其實很好 我想我們整個 成績不同的計劃 包括今次 適逆運送基層 其實都是有這個概念 但是剛才兩位企業家 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作為企業家 都是需要去考慮一下商業 以及他都要計算 要去賺錢 這是商業的目的 我知道兩位 就很支持慈善項目 但在一間企業裡面 不會只有你一個負責 你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合作單位 或者同事 因為你都加重了大家的工作負擔 在這個參與慈善項目的裡面 有沒有遇到一些聲音 老闆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你有什麼partner 或者爸爸 或者怎樣的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你又怎樣去解釋 和怎樣去令大家都一起參與 其實知道我的員工 都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老闆 他都會認為 這個老闆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就不會額外給額外的工錢 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都相信 他們希望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 而幫公司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很支持 很支持 他們都很盡力 像阿蘇一樣 我們有時候真的 送錯了地方 即時拿回貨 他們都義無反顧 反正送回去給他們 所以他們都是很支持 第二 就是剛才Kevin說到 原來好像我們這一輩 都有機會不知道 原來這個社會是這樣的 在外面 是真的有人需要一包菜 一個麵包 即是我們都還 都有疑問 會不會真的需要 再想想 我自己也有小朋友 如果去到我兒子那一代 我女兒那一代 他更會覺得 麵包不是做餐一份成 就會有的嗎 即是 我希望透過我自己 爸爸做的事 公司做的事 希望可以灌輸到 不是的社會 幸福不是必然 要透過大家的努力 才可以維繫 我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希望我可以繼續做 Kevin 你做這個慈善項目的時候 是大家都很支持 還是都會遇到一些 聲音和阻力 其實 可能因為我們始終都是 中小企 都是家族經驗 可能有一點一言討 我覺得 我想做就做吧 但老實 我變相 就像你這樣說 如果不是一個盈利 或者是牟利的項目 就會衍生到 你其實做了額外成本 長遠來說 對各個項目來說 如果都是這樣做 就會加重做員工的壓力 根本上就是 不平衡 但就這個計劃 其實我都會跟他們說 老闆有這樣的傳統 平常我們都 別人找到我們 我們就去幫忙 一個星期做兩次 還有自己跟這個項目 其他前面談的時候 都會在送貨時間 怎樣去合適 一個最舒服的 我就用一些比較 不要說土炮 比較 比較即時性去處理 我因為自己會落身去處理 就說 把時間 知道什麼時間是最省人手 那就叫做 省了營業成本 這樣去處理 這樣去處理 我們今天很感謝三位上 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有意義的計劃 我想知道 樂師會接下來 有沒有其他慈善 或公義計劃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 去分享一下 接下來有什麼大計劃 其實我們今次 這個息息人送基層 開始了之後 其實我們都想不到 原來有些劇 都會留意 然後我們這個項目 即今次息息人送基層 是八月才開始 其實我們很短時間之內 就立即有一些企業 都會說 我都有這些菜 都有這些東西 即有些物資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們在十二月 就談了一個 都是小型的蔬菜皮革箱 它每天都會有 大概二十至三十公斤的菜 多了出來 我們現在就去收 然後就在北區派 我們都有一些企業 譬如最近就收了 接近一萬元的果汁 其實我們過去半年 即八月開始 其實夾加萬萬 我想都收了二萬元的果汁 我們都在短時間之內 派發給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覺得 原來我們做某些社會公益 或者叫做社會責任的時候 有人留意到 其實澳門都有 不少人願意去做的 就爭取看看有沒有一個單位 可以牽一牽頭 原來有牽頭的時候 其實也很多人願意做 所以我想我們老師 會盛食 都是我們未來其中 很重要的方向 明白 我覺得通過和三位 今天的交談 我覺得社會企業責任 真的不是一個單純的口號 或者大家放在公司上的網站 一些字句 社會企業責任 是真的每一位企業家 新體力行去參與 而也可以找到一個 大家都覺得合適的事件 讓全項目一起去做 令到有更加多人去受助 這就是我們很希望 我們社會可以做到的 共用的層面 今天多謝三位 上來我們這個 人才講談的分享 我們亦都希望 通過我們媒體的影響 以及通過我們的節目 通過我們人才講談的 一些優秀的觀眾 當你看完我們這集之後 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澳門仍然有 很多基層人士和弱勢社群 需要大家去幫助 無論你是企業家也好 還是你是聲鬥市民 都能夠在你自己的崗位 或者在你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外 可以去付出一分力 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多謝三位 那不知下一集 我們又會有哪一位人才 上來和我們聊聊天呢 我們下集見 我們最後一位 我們下集見